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 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但里面试的是反语 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校过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当了森林海王 他说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堂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堂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是七秒钟 七秒钟的第一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家一起 也斗不过我 太扯了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 下暴雨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 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 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大老师肯定喜欢这话玩 美头美美的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 是唯一一家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 有鲸鱼 想完了 谢谢 这太点了 杨波得一百九 谢谢杨波 喜欢杨波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下面这两位 出道级巅峰 这个组合 在突围赛的第一场表演之后 就顺利地被淘汰了 我们把他们复活了 希望他们痛定思痛 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 有请王建国 张国洋 加油吧 这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好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张博洋 刚才也听到了吧 我们这个组合可厉害了 上一场演得歇碎 直接就被淘汰了 我们是被复活回来的 本来我俩想的可好了 说你这两个人写一份稿子 这总比一个人写省劲吧 结果演完我一看 我去 我说怎么都不爱两个人一起演 原来是因为不好笑啊 说来也巧 本组合虽然刚刚成立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呀 却像结婚结了四十年的老夫妻一样 摩擦不出任何的火花 但即便如此的不好笑 我们还是被复活回来了 挺不要脸的 挺不要脸的 其实我们两个不要脸的事没有少干 年轻的时候呢 他持过职 我带过业 我们两个都啃过老 所以今天这个不上班行不行 我觉得我们至少有话聊 对吧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人怎么能为了工作活下去呢 我应该为了梦想活下去 辞职之后没有收入 我的梦想就是活下去 外卖越点越便宜 最开始还点点肉 后来只能点青菜 洗衣粉都不用买那种去油能力强的 因为家里根本没有油 没有收入 卡里那个钱 哎呀 卡里那个都不是余额 那是嫦娥 一个不六神刷就飞走了 消失的那叫一个快 嫦娥一边飞一边还跟我说呢 说你有梦想多点啥 梦想的玩意哪儿没有 我在遥望 月亮纸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行 但凡有点钱 还能省着花 不至于走投无路 完全没钱花 能走什么路 没花路 而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父母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啃老更痛苦 我回家之后啊 都不敢随便让我爸妈倒垃圾 我怕他们倒着倒着突然发现 哎 原来废物是可以扔的 我倒垃圾的时候都特别的心虚 因为我觉得啊 我拎着的那包垃圾他在骂我 他说凭什么 咱俩都是垃圾 凭什么你扔我 我说你这有啥不服的 我有手啊 他说太对了 你不光有手 你还好闲呢 所以没在家里待多久 我就赶紧又去找了个班上 我也是没想到 一个人儿子当久了 竟然还会想跑回去当孙子 多难啊 当孙子都得跑着当 但凡你曾经挪点力 是不是就不用跑了 你就可以骑上绿员夜冷电动车 续航 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夜 冷电动车 其实我们在家当废物的时候啊 想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工作确实困难 但困难是人的刚需 没有困难 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你比如说奥运会 四成一百米接力赛 那个激烈那个刺激 看的人热血沸腾 但如果他是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还看吗 解说员都没法解说 咋解说员 现在第一棒是第二棒 第三次 比赛结束了 四成一米接力赛 那都不用腿快 手快就可以 连我都可以 连我都可以 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想夸选手两句 你都没法夸 你咋夸呀 大家看看这位运动员 他的手法 潇洒果断 他训练的方法是什么 哦 是帮助爸妈扔垃圾啊 而这就是我们辞职在家的感受 每天打开朋友圈 看到别人在那四成一百米 四成四百米 而我天天四成一米 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 所以像我俩这个德行的人 就是不上班 也得去干点啥 如果就是为了不上班 而不上班 那我们的态度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 那个经典的片段一样 干什么去啊 上班啊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行 卸掉脚 这是什么呀 啊 没了 这个节奏挺好的 果然是浮动 那没的办法 哇 好精彩 没人拍 来来来 你们二位听个弦吧 对 对 谢谢 我想看 不要怪 不要怪 投票通道 还有最后三秒钟 喜欢王建国和张博洋表演的朋友们 不要因为你看 不知道自己刚刚看了什么 像我们这边的人一样 完全乱做一团 你们如果喜欢他们 还是可以投票的 三 二 一 请锁票 请您静姐解释一下 你的同情票是为什么 建国好奇怪哦 是吧 但是好奇怪哦 建国你们这个写的可好了 可是 可是被你们给说 说完了 什么意思 就是看你们俩演出 觉得杨国演得太好了 对 那肯定 我们看了都觉得他演得太好了 那是不是就是写的不好呢 今天我们一天看了这么多精彩的演出 只有你们两个让我们起立了 还是很了不起的 你是想动什么吗 这么多诡异的包袱 连大老师都皱眉头啊 梅花鲁是个什么破玩意儿啊 连我都说破 那简直连垃圾都不是 但是这种东西 你说过很多 连大老师都不接受啊 我不相信我举你了这样的笑话 我还可以到最后 我还能做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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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能做到最后 就是我们